蘇伊士運河 霍輪擱淺的教訓 讓相關的國家開始去思考 尋找其他的替代方案 俄羅斯就趁機大力推銷 所謂的北方航路 號稱可以縮短四成的時間 雖然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 但是在東西方陣營的關係 持續探底的時刻 北方航道的話題 也再次浮上了檯面 這也凸顯了北極圈 將會成為強權對峙的新戰場 三艘俄羅斯海軍的彈道飛彈潛艦 幾乎同時以凡罩穿破冰層浮出水面 包括一艘最新型的北風旗 和兩艘較為老舊的三角洲四型 總共可以攜帶40枚飛彈 以及100多枚核彈頭 這裡是北極海域的 法蘭市約瑟夫群島 纬度高於北纬81度 已經相當接近北極 如果從此地發射飛彈 半小時內北美洲 都在攻擊的範圍內 這是日前俄軍進行代號 為烏姆卡21的極地作戰演習 參演的單位涵蓋陸海空軍 事實上俄軍不僅在所屬的 北極海各群島上設置海空軍基地 靠近芬蘭與挪威邊界 還有至少兩個機械化步兵旅的 重兵助手 除了與北約組織對抗 俄羅斯的軍事部署 主要是為了掌控北極海的航道 由於地球暖化 北極冰層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 無論是厚度或範圍都大幅縮減 加上破冰船科技的進步 北極海成為沿岸各國 都想利用與開發的對象 就在中國高調提倡所謂一帶一路計畫的同時 俄羅斯也針對西太平洋各國 推銷北方航路 這條航路由日韓中台等港口出發 向北繞過美俄之間的白領海峽 再經過西伯利亞北邊沿海 俄方宣稱 即使蘇伊士運河畅通無阻 繞行印度洋與中東到歐洲的海運路線 和北方航路相比 後者可以節省四成的時間 然後可以由芬蘭或挪威 以陸地運輸快速連結歐陸各國 再加上北極海域又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 不難理解俄羅斯對這個區域的重視 這看在其他北極海沿岸國家眼中 等於是新的威脅 美軍最新發表標題為 奪回北極主導權的戰略構想 認為俄方積極推銷北方航路 除了有戰山為王 發過路財的概念 也威脅到北約組織的軍事安全 外電引述的戰略構想內容顯示 美軍除了認為北極海域是競爭的場所 更是敵國可能的攻擊法起線 更是全球武力投射的平台 不過現階段而言 美國和北約組織在北極圈內的戰力 與俄軍相比顯得弱勢 因此美方認為 必須要克服北極地面機動力的挑戰 並且訓練官兵在北極環境的作戰能力 最終要能夠長期派駐一個步兵師 相當於一萬多人的兵力防守北極海域 以抗衡俄羅斯 公視新聞許家人變異